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6月1号报平安直播视频 在5月29号的时候呢 我向大家说过6月3号以前不再直播视频了 这个叫大家都休息一下 但是呢确实5月29号的视频 是我从爆料以来引起最大最大的轰动 而且呢这个影响呢是超出了任何的一次 特别是在国外的影响 那么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这种自媒体这个力量 这个自媒体从西方 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这个英文世界 对自媒体的重新的理解 我收到了简直是我几个 就是我们华人很少联系的联络方式 给我的信息和问题 已经是爆了棚了 特别是西方的某些国家 这些政要们和经济领域 带来的影响超出了我想象 无法想象 这个近几日来 从529到现在发生的每一毫不夸张的说 每一分钟都是可能再入史册 太多太多事情了 但是99.99的事情 文贵在这儿不能说 希望大家谅解 但未来等时机适合的时候 正确的时间的时候会讲 那么昨天呢 一位西方的现任领导人 让他在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 打通以后 首先代表他的国家 对我表示支持 代表他的国家 对我的所有的爆料呢 这个所有的 向提供的各种信息呢 他经研究后 说给他们带来了很多 了解中国的不同角度 表示感谢 然后 非常直接了当的说 习近平主席 王岐山书记 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愿意 以个人身份 或者以国家领导人身份 愿意帮助我去和他们沟通 解救我的家人和员工 帮助 这个我在中国解决我的问题 这个 我非常的感激啊 我现在不方便 给说这个领导人的名字 这个虽然跟他打交道并不很多 但是呢 这个由于我的合伙人呢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跟他是好朋友 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让我是很感动的 那么 其中他就问道 文贵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非常直接的告诉他 我说 我非常的清楚 首先要解决我员工 家人的自由问题 他们了解的非常清楚 他说据我们所了解 你的和你的这个发生问题的北京方正集团 他们早在近一年前都回去了 为什么你家人不放回来 我说这就是问题 我说按照中国的法制 我的员工关押都超过两年半了 他们所设的罪行就是两条 叫涉嫌销毁票据罪 第二条是所谓的骗贷罪 我说这两条呢 这个按照中国的刑法 我说也就是三年到五年 一般都是缓刑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处罚 那么现在他们实际进压期都超过两年半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备了保释的条件 而且我向他明确的说 我已经向中国的这种司法机关 和我正常的沟通渠道反映了这个问题 而且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问我要什么 到底要做什么 我非常直接告诉他 我说郭文贵要的很简单 希望中国真正的依法治国 真正的依法治国 然后我反对那这个以贪反贪 以黑治国 以警反弹 我非常清楚的 然后我把郭七条又给他 重申了一下我的观点 本来我们通话是十分钟 结果我们通了大概三十分钟的电话 作为一个现任国家领导人 这么关心这些事情 让我很惊讶 而且对我们爆料以来 这个事情的了解 这个了解之清楚 让我也非常之惊讶 而且他明确的说 从开始爆料以来 他们国家就有几个人 组成了不同的小组 即时翻译 即时翻译 即时报告 他们在了解整个事情的进展 而且他非常的关心 我的安全问题 而且他明确的说 他们的情报机构 获得了各方的情报 有几个方面要对郭文贵下手 他希望为我的安全提供保障 提供支持 甚至说我可以去他们的国家 他们国家宁可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也要保护我的安全 让我很感动 从这个领导人的电话当中的分析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文贵的个人安全 确实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级别了 那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带来了 国际上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大家都希望中国真正的能依法治国 真正的反弹 而且这件事情引起世界的关注 和关注程度 绝对是中国咱们政府的当局 绝对是不了解的 我非常清楚他们现在了解到什么程度 他们是绝对不了解的 因为所有的中央决策者领导人 能听到的信息就那些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带有个人的色彩 和各种这样那样的利益的观点 绝对他们不了解情况 如果了解情况 我们的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在和他通完电话以后 不到十分钟很滑稽 在东北吉林 我曾经出生的地方 我的一个发小给我打了电话 因为那已经是中国的深夜了 打电话 一打电话 七哥呀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来的 问我 你认识郭文贵吗 我说我认识啊 那是我七哥呀 然后这个女的就说 你给我讲讲你七哥从小怎么回事 他都有什么疯狂的事 难忘的事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七哥小时候爱抓蛇呀 爱吃蛇呀 你七哥还有什么疯狂的事吗 我七哥就是爱去找狼 跟我去逮狼崽子 到这个腰抢沟去逮狼崽子 还找抓狐狸 然后吃蛇 然后这个女的又问我 你七哥还有啥疯狂的事啊 比如说男女关系啊 然后这个 我的老弟说 有啊 我七哥从一年级二年级爱玩过家家 过家家的时候 我七哥就爱败演解放军 然后所有的女同学 全是他的这个女解放军 然后都当他的媳妇 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 然后我们当他老弟 当他小兵 然后我七哥有时候 还叫小兵张嘎 后来这个女的又问他 那你那时候你七哥多大呀 他说七岁 后来我说老弟他再找你的时候呢 你就把他带到腰抢沟那个狼锅去 叫他看看那里的狼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我们大家看到了啊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我特别在此呢 郭文贵也席全家 向全世界全中国的六一儿童们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祝你们儿童节快乐 小朋友好好学习 这真正是我们的未来 这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儿童教育 国家教育是大问题 那么说到这儿 我想说说儿童的时候 我想说说我的儿子和女儿 跟刚才这个记者去挖我的猛料的人 是都是一拨人财心 那么我这个儿子和女儿我可以说从小到大没说过一句脏话 如果有人呢告诉我说我儿子女儿说过一句脏话 郭文贵愿意给你当场跪地啊 让你鞭打 抽打 甚至我愿意接受你一切出发 我儿子女儿从来没骂过人 没说过一句谎话 在我儿子是在13岁在英国长大的 我女儿是在美国纽约长大的 两个孩子在任何学校墙上都挂着中国国旗 你们可以去问一问 由于当时他带着国旗被我们家庭这种爱国教育 在任何学校都遇到了这个各种这样那样的麻烦 但是呢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国外长大从来不会是娇舌淫欲那种 我儿子我女儿的同学你们可以去问问 从来我儿子后来还穿很多名牌 我女儿从来不穿名牌 穿的全都是最基本的甚至是不打折他不买的衣服 我儿子喜欢跑车他是投资 我儿子到现在买的跑车和投资已经赚了大概几个亿了 他是投资者他喜欢车 我儿子唯一的爱好就从小爱车 从他生下来刚刚会爬就坐在我的摩托车前边 帮我按摩托车的喇叭 到后来就是只要是他这个我在旁边修理摩托车汽车 他就在那块闻汽油味很开心就帮我的那块找零件 所以说他从国外长大呢特别喜欢汽车 而且我鼓励他去玩这个汽车去了解汽车 而且当成一个投资来做 而且我儿子很早就是这个F1的这个驾驶执照的驾驶员 那么我的儿子从来不会去夜总会 也不会去到外面这个炫耀 这个我的儿子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占过任何一点便宜 我儿子唯一做了两次生意 这个在国内做第一次是在做鱼子酱 做鱼子酱结果全赔了 因为鱼子酱都送人了 最后把本都赔进去了 第二次就做了这个布加迪代理 布加迪代理当时是在整个中国区的代理 布加迪当时在中国区大概就两台 尤其我儿子做代理一年就卖了七台 这是一台大概五千万人民币吧 然后做的风声水起 然后大众集团的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飞到中国去 还给我见面对我儿子表示感谢 觉得这是奇迹 然后授权很多要给我代理 我们拒绝了 就想做布加迪不想做别的 在盘古装了一个花了一个上亿装了一个展厅 我们在香港当时租了这个李嘉诚先生的旗下的 叫何黄地产在中环的一个展示厅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发生了2015年的这个事情 首先2015年1月10号逮捕我们全家之前呢 2014年的6月份的时候 是先把我儿子抓起来的由傅政华 以我儿子这个所谓拥有北京特殊牌照为名 傅政华先生把他逮捕 主要是让我儿子揭发当时北京市交管局局长 宋建国先生 我儿子在里待了10天 最后还是傅政华先生和傅老三又把我儿子给放出来的 那么那一次是我儿子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那么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一个小孩子在里面这个被这么折磨是很可怕的 后来大家知道2015年1月10号发生这么大事情 我儿子是唯一是被我家庭要逮捕的17个人当中 在20分钟点逃出来的 这是一个神秘的朋友帮的我的忙 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 但是这个帮我忙救了我儿子 当然我儿子出来以后这个布加迪代理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说就停了 为此呢我们赔了大概两个多亿吧 那么香港这个何黄呢我们租的这个展示厅呢是大概签的是两年到三年吧 我当时是开业不到10天我们就正式申请 说这个何黄展示厅我们不能用了特殊情况 但是大家都知道香港何黄真正的皇帝是李嘉诚先生 何黄的傲慢是超出想象的啊 那种傲慢那比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还要大 我们的律师跟他谈每次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清楚好 好 我们帮你去租 租书器就还你钱 租不出去就不还你钱 就这样 我们委托他们出租 还委托了其他的中介出租 一直就没有租书器 直到几个月以前 突然间何黄提出来了起诉我们 起诉太简单了 一共才三百多万的房租 我们已经交了大概六七百万了 一共一千万的房租 说实在话 我们飞机飞上两次就飞煤了 这是多大的钱呢 就把这三百多万就马上给他还了 就这么简单 而且当时大家都很清楚 由于专案主到香港以后 在香港所有的银行把我们的账号几乎全部查封 全部停掉 就在这个 我今天 也就是说5月26号的时候 我儿子拥有的一家公司叫ACA Group 管理公司 这是多年前成立的 那么由于胡舒立小姐又给做了个报道 结果这个公司在建行的账号也被停了 就在六七天前 那么我们在香港的经营呢 已经完全被专案主彻底控制 就包括何黄这个展厅的事件 背后黑手也是专案主 第一 不要他们这样那样 同时何黄 往死挤了我们 跟专案主一样的黑暗 完全不讲商业规则的 傲慢至极 每次谈话都说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是李嘉诚 我们是何黄 什么常识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不退嘛 完全违约 长江在这件事上没有半点信用可言 黑暗至极 傲慢至极 那么最后打官司 也是跟专案主合在一起 然后胡舒立女士报道 你说这件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我儿子虽然已经三十岁了 不是儿童 但是当爹的 你说怎么想 我这儿子这么纯洁个儿子 这么爱国的个孩子 胡舒立女士你就不放过他 你要把我儿子这个一个正常的商业纠纷 而且是因为纪委加公安 权力大国天的专案主 把我儿子打击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一个正常的商业事件 这个商业事件和你们的贪污腐败 盗国贼们比 那差多远 你不报道 李友的无六罪司法 你不报道 你把我儿子这个事情你给捅出来 你说这个胡舒立女士有多么的恶毒啊 有多么的奸诈啊 这个虎毒不食子啊 任何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命 什么一百个命都可以不要的 我看到在香港胡舒立女士你报道我儿子 我儿子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上 胡舒立女士咱俩这个梁子可真做大了去了 所以在六一儿童节 我恼火至极对这件事情 我的女儿被你们给抓起来 两抓 两次给抓起来 弄成我女儿现在是犹豫症 弄成我女儿现在天天一听警车都害怕 我儿子被你们给抓起来 我儿子在香港就这么个正常商业经营 就被你胡舒立大肆的做文章给诋毁 这么样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 你说你这个黑暗和妖魔 所以说我就突然就想起来 这几天啊 这个各种网友 这个各方面给我提供信息 在这个101中学 胡舒立女士当时打死老师的事情 这几天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各方面正在给我提供协助 未来会站出来的 这个说当时你十几岁个女孩子 你能把老师给打死胡舒立女士 今天你在 你用了几年的时间你在表演着 你对郭文贵 你这种这个利用你的这种媒体工具 这种打击 你连我的祖上的坟 你都不放过 你连我东北的发小不放过 你连我儿子这么样的不放过 你连我家人一个不放过 我跟你何仇何德呀 中国大地上这么多贪官 盗国贼 你不报道 你就报道那些跟你对立面的人 你成了什么人呐 而且你找了个泰晤士报的记者 从来没采访我 就把我给写成那样子 然后再把人家 Tony布莱尔先生也给报道出来 你说你这种 几年来挖我的祖坟 采访我的祖坟 采访侮辱我的爹娘 去侮辱我的发小 侮辱我的儿子 侮辱我的家人 侮辱我的朋友 你说这胡舒立女士 你说你这个女士有多毒啊 你说有多毒啊 然后呢 昨天也有一位国外的朋友说 郭先生啊 你这个为什么要说胡舒立的小手啊 我说我没说胡舒立的小手啊 我说的是另外一位女士 黄燕女士的小手 我说黄燕的小手是我说的 没有说这个胡舒立女士采访的时候老是这样的那小手 然后那个指甲还特别长 然后老这样的看 我说胡舒立女士你看看她 曾经这个杨岚女士采访她 我说她一直在那个手啊 指甲很长啊 是我理解那种过去那种乌婆呀 那种乌鸦乌婆的那种那种手指 我说我从来没说她小手 我说你理解错了 她说我理解错了 是胡舒立女士 她说是那个另外一个女士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她说她看到了很多报道过去都是来自于胡舒立女士的 然后呢 她最近看了说加拿大的某个节目 对我爆料的一些评价 我说您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情况 你的中文是水平的 你也没办法深度的理解 我说加拿大的你看的这个节目呢 她是个孩子 只是天天爬梳的 我说她走出门去能不能吃饱饭 我都怀疑她 我看了她的一些节目 我说她的节目完全是道听途说 我说郭文贵的哲学很简单 如果你没吃过猪肉 你告诉我猪肉怎么做 猪肉包子怎么吃 怎么香 我压根就不会信 我这人是很现实主义者 完全如果你没做过 你也没有任何经历 你想评价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胡舒立女士跟她不一样 胡舒立女士完全是实际操作者 我说这人杀人 这个男计 这个坑蒙拐骗 她非常的老道 和政治家打交道 也有绝对的野心 有绝对的野心 我说你像她出事以后 像我们中国的 我很尊敬的张立凡先生 就为她开始抬轿 擦地 我说也看出海外很多媒体界被她给蒙骗 什么什么自由战斗事啊 然后呢 这个英国的一个媒体记者说 曾经跟她见面 听她大砍特砍了一个多小时 怎么推翻共产党 共产党如此多么的邪恶 西方世界里面谁是这个最伟大的 中国领导人谁是最开明的 亚然一个国母的级别 我说这个人是有实际作战经验的 这个人是有野心的 杀过人 放过火 嫖过南昌 而且手里有钱 一大堆的利益共同体 屁股底下一堆富豪老板 抓着一堆人的把柄 我说这个人是有能力的 加拿大那小孩子 那个节目简直没法看 我说她这个节目 我说一开始我还觉得还有点水平 后来越看就成笑话了 我说她从来没有听她讲过一个次观点是对的 你往回看她的节目 没有一样是对的 所有的这个观点都引自于历史 特别享受于什么俄国的历史 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事件 来和今天对比 我说这都是哗众屈宠 这个哗众屈宠 兔子打拳 一溜小动作 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境界 那么这位朋友也特别关心的事情 说最近西方媒体这一些报道 包括这个纽约时报 这报道出来了 问我怎么看 我说纽约时报 我不承认他们采访了我 他们是我朋友 他只是来 我们聊了聊 我明确的我不接受采访 他这个报道呢 他证明了一点 郭文贵报的料都是真实的 可靠的 这个纽约时报已经多次证明了 郭文贵报料都是真实的 从来没有一件是假的 我希望有人来证明我有一次是假的 另外一个 我说 他看到了 他听到了 他验证了 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而且他们确确实实 纽时有下部有系列的报道 是关于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 我说我很尊重这家媒体 但是呢 就像我们看到了泰晤士报的报道一样 现在西方的很多主流媒体 所谓的传统媒体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他们没有未来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报道的这种偏颇 这个不够中立 但是又又又又要打着一个公正的幌子 还有一些人 你像那泰晤士报跟胡舒立女士 那什么关系啊 根本不采访当事人就把郭文贵和托尼布拉尔先生就报道出去 完全胡扯的嘛 然后他们还打着这什么媒体公正的幌子 他们就想获什么 获什么普斯顿奖 就是打着这个目的 招摇创片 骗吃骗喝 没有什么未来的 我说你要好好看看社交媒体的报道 社交媒体上有些可能是时间较长 可能是绕的比较远 但是绝对是有料的 而且观点是非常非常有高度的 那么说到这个时候 我现在又要说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那么但是 我有一个重大的感受吧 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也知道我和北京在不同的渠道在沟通着 几个重大感受是什么呢 就现在让我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感受到 我们国内的政治局面太复杂了 这几天来 我收到了来自内部的资料 超过过去半年的总和好几倍 这些料的报道当中 我能感受到绝大多数是纪委 公检法 还有最高层的 来自最高层 料肯定百分之百都是真的 这些人无非是利用郭文贵的爆料 来打击对手 制造麻烦 说实话 我爆料 那我就是郭七条的推 郭七条 这是我追求 但是 我可绝不需要 我也不希望这个国家乱了 我发自内心的说 任何情况下 只要想把国家搞乱的人 我是绝不支持的 国家乱了 我们全完了 国家乱了这一切都结束了 那将是民族的悲哀 国家的悲剧 我再次重生 这不是我的目的 可是有些人 这个政治斗争给我发来的这些料 利用文贵去做这些事情 我肯定不会上这个当 我也不会去做 只要是符合郭七条的 我一定去做 只要是违背郭七条的 我一定不会去做 包括了一些建议 让我看了毛骨悚然 所有人报的料 我不会给第三方 我不会暴露给任何人 任何人 不管你来处置什么目的 这是郭文贵的原则 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给郭文贵提供材料被抓 和郭文贵提供材料是出问题 所有那些出问题的人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 还有爆料当时自己方面的联络方式出了问题 没有因为文贵出了问题 但是 我绝对我要向这些朋友说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你们给我传递这些资料 文贵是有很多事 绝对不会用 也不会给另外一方的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 郭七条是我的原则 我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政治斗争工具 我也不会参与任何一方的政治斗争 这是我的原则 那么从这些爆料当中 我可以看得出来啊 提供资料当中 国内的政治形势 前所未有的紧张 复杂 我可以说 这任何一个资料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 你们可以看到 文贵绝对不会用的 因为这个机密 这些国家机密 第一 我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第二个 我认为这个料是针对某些人的 是有政治企图的 文贵没有政治企图 我就是郭七条 就是郭七条 另外一个最大的感受 过去呀 这半年 我跟这个北京的联络当中 这个老领导这个词儿 成了流行词儿 我从今天起啊 我已经不再用老领导了 我刚刚在上节目前 这个 我没个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 有人在网上 特别是我那个推友们 叫杨健敖的啊 在网上 什么这个写这个乱七八糟的北京来的人 我不知道咋回事儿 我过一会儿我跟我杨健敖通电话 我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 这个乱写什么老领导 我就说 这老领导的词儿不用了 这用糟了 老领导这是个代名词儿 对一些沟通的人 朋友代名词儿 现在已经被用烂了 我就不用了啊 咱们用朋友吧 这朋友呢 几个朋友沟通 让我真的是感受到 过去的这个沟通的朋友呢 人好 人非常好 心地极为善良 但是他得到的信息 不是真实的 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最近呢 又和其他的新的朋友联系 新的朋友啊 这个新的朋友呢 也是 虽然级别不高 权力很大 素质也很高 人非常的 对现代化更了解一些 特别是自媒体 特别是国际形势 和我这老朋友 新朋友加在一起 让我看到了个新的希望 那就是说 从文贵这个事件发生以来 这几年来第一次 让我真正的感受到 第一次感受到 就是说 对这个文贵爆料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的真实度 和海外的华侨同胞们 以及国内的年轻人 和真正的老百姓的对这个爆料的态度 他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啊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 文贵爆料的带来的另外一面 积极地影响 积极影响的一面 是什么 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私人企业家 我的老朋友 新朋友最近给我这个信息非常强烈 那就是说 中央领导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 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这种遭遇 就确确实需要改变 具体的受益人 那就是肖建华了 我可以向大家注意保证 肖建华很快会放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肖建华的企业 到现在为止他的所有控制企业 三千家公司 上百家上市公司 金融机构 所有的股票 没跌反涨了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就这次办肖建华的案子 不像对办肖文贵的案子一样 全部家人抓了 全部企业查封 全部账号查封 全部资金查封 我和这位新朋友沟通当中 我才真正的感受到 他强烈的现代化意识 说企业不能查封账号 企业不要全部把员工都抓起来边控 要让他们经营 企业要有流通性 这个流通性的词儿 我第一次从这个官员嘴里边听出来 对企业的关注 然后这些老板死了 老百姓受害 真有高度啊 这位新朋友就是肖建华案子的管理者 然后明确地说 这次将对肖建华案子 以法办案为主核心 维护私营企业的利益 社会的权益 然后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正能量 哎哟 我听了很感动 说实在话 让这回神发热听了 这不就是文贵追求的目标吗? 谁犯法了 包括腐败分子 盗国贼们 要依法去办案 依法治理 这不就完了吗? 这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哪还需要郭文贵爆料呢? 这多好呢? 干嘛逼出来郭文贵走这一步呢? 那么同时 这位新朋友和老朋友最近的太子转变 强烈地让我感受到说 真的是中央领导人要依法治国 而不是受所谓的社会上挑拨 郭文贵威胁了共产党 威胁了政府 然后北京妥协 这不是害郭文贵吗? 这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这么大吗? 人家领导很明确说 不管这事情如何 你郭文贵爆料是你爆料的事情 让你家人离开 本来就不让你家人离开 你太太你女儿本来就该离开 而且很明确 你太太女儿爱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回 爱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离开 完全自由 而且你的员工几千员工都将依法全部解除边控 而且特别明确的是 郭文贵你的合法资产一定得到保护 然后你的员工将依法尽快地给予审结 而且特别重要的事情 维护你这个企业的利益 现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然后把你的案件重新地调查了解 这是当务之急 还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第一次我听到了这一次来自官方的反应 说文贵只要你报道的傅振华 你报道傅振华的案子 胡舒立的这些事情 还有岳温海的这些腐败 还有有些人收了你的钱 还有敲诈 包括北京市公安上这个江良栋 虐待你的员工 刑讯逼供 大连公安专案组 收收贿赂 哪里有的钱 等等 你提供证据 你提供信息 我们一定给你答复 依法地去了解事情 依法地给你回复 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当时听到这个时候 我在华盛顿机场啊 这个我的飞机啊 四次跑道跑道上去 由于雷鸣电闪 狂风暴雨 我的飞机都退回来 退回来以后 我看着飞机下边鼓住泡在水里 我在飞机上打电话 那一刻啊 很激动 任何人无法理解 文贵家里边这种遭遇 这种痛苦 这种代价 哭瞎了眼的母亲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父亲 我这些瘦了几十斤的哥哥 我的妻子一下子一夜之间 我看到老了十几年 女儿犹豫症 儿子被弄成这样 员工的家属多人一夜白着头 员工的家属多人想自杀 这种遭遇 从来没听到说有人说以法对待文贵这件事儿的 都是要郭文贵回去 把郭文贵给弄回去 把郭文贵给杀了给抓了 这是唯一的目的 从没有人跟我谈过说你的案子要依法给你回复 依法审理 尽快恢复你的正常经营 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尽可能让你减少损失 文贵一天1200万的损失啊 我从和北京接触这六个月了 六个月了你老让我相向而行 到现在我一天1200万 你让我爱国去 你让我听你的话 这现实吗 现在有人 老朋友 新朋友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减少文贵的经济损失 减少这个负面影响 通过文贵的爆料事件 类似于肖建华的这样的私营企业 尽可能不要一抓就死 一抓就灭 一抓就乱 而且要一抓只依法抓 然后不要把这个抓死 不要抓乱 这是有什么不对的呢 钱最后我说他姓啥 他姓社会嘛 所有的财富是姓社会 都是国家的 这是让文贵感动了 所以在那个雷鸣暴雨中 我的飞机几次折返 但是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跟他的电话中这样的沟通 让我非常之兴奋 后来我的飞机在雷鸣电扇中起飞 这是我真的是那么多年来 第一次这样的情况 打着雷 替铃铛的暴雨中 飞机跟折根都是回到了纽约 都深夜了 但我非常之兴奋 因为三年来 我从未听到过私下里边 上下里边 没人谈论郭文贵这个案子到底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对社会的危害 对员工的危害 对私人企业家的危害 都在谈郭文贵你要抓给你 都要郭文贵弄回来 全是纪委的和公安上这种黑箱作业 黑暗至极 没人反思这个问题 从中央到下面都是想把郭文贵抓回去为目的 把郭文贵骗回去为目的 把郭文贵弄死为目的 让郭文贵家破人亡为目的 任何一个朋友 一个领导 你们如果没看到这个事实 那真是中国政府的悲哀 国家的悲哀 为什么郭文贵案子能到今天 不就是这些人想把郭文贵弄死为目的吗 灭口为目的吗 把郭文贵逼成了这个样子 我逼出了郭七条 再往下逼就逼成叛国贼了 鼻上梁山了 每次我给你们说 过去这六个月 从伦敦开始 我说我要开始爆料了 回去以后 咱们这不是老领导了 老朋友回去报告 上层不决定 以为你郭文贵没个屁毛本事 有啥了不起 从开始就把郭文贵当成一农民 当成一草根儿 接着我说什么话 全是假话 就是骗子 所有从中央到地方 王岐山书记的中纪委 孟建书书记的公检法 听到所有郭文贵的信息 我希望你们 我求求你们了 经历了三年 郭文贵付出那么多代价 你们去好好坐下来 拿出五分钟来想想 对待郭文贵的所有信息 那句话是真的 所有的事情的悲剧 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悲哀 都是说假话 听假话 这几天来 让我强烈的感受到 真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 国家领导人 都是好人 少数是坏人 年轻的一代更加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 国际意识 最起码这次他听到了 郭文贵给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美国 我不说特殊部门了 C部门最高领导跟我见面 说郭文贵先生 我们观察你九年到现在为止 没见你有任何在美国犯法犯罪 在世界上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保护你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人的真实的本事 你去想想 我面对这一百多个拿着枪的人 人家这个国家的领导 你说给我说热话 你说我是该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你说我一个堂堂在中国有了这么多员工 我六万多员工在我这工作过 我养着几千个员工 上千亿的企业事业 生在中国人 长到中国人 深爱着中国 结果我成了中国的最大恶极 被胡舒立给塑造成一个权力的猎物 权力的猎手 杀人不眨眼 农民生一全母 然后生一农村农民 所以这个家伙就是个坏蛋 一篇一篇的长篇报道 把郭文贵说成一个人家猪口不如 原因很简单 这家伙是一农民 这家伙是一草根 而这家伙来自于贺南 他是个骗子 从来不说郭文贵盖了全中国最牛的楼 中原佛首 盘古大关 金泉之业等N个像四合院的房子 完全不提 不说你拿了上百亿的税费 不说你养了多少员工 也不说你在国际做出多少贡献 就这小子是一农民一草根 一个胡舒立就把一个国家给控制了 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对郭文贵的判断 来自于胡舒立 来自于李友 来自于岳文海 来自于刘志华 这是为什么昨天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个国家领导人打电话 说你和王岐山书记的仇恨来自于何方 是不是就来自于那个刘志华副市场 我说连这你都知道 我说真的不是 他被人家给骗了 我跟他无仇无冤 我曾经是他最大的铁粉 我说我都纳闷 他为什么把我弄死全家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所以说从现在你看到一个外国的CIA FBI的人 您也了解我那么多年 对我这样的评价 我的国家却把郭文贵塑造成十恶不赦 2006年就在北京市会上说郭文贵六十多水 土透 你说一个北京市 一个中国首三之都 一百多个官员 全北京都做这笑话 说郭文贵六十多岁 秃头 连普通话不会说 还装他娘的美国人 哄堂大笑 这是王岐山市长上任来第一次听到了在全北京市 就是郭文贵这形象 从那天起我在北京啥的时候 接着我郭文贵说 哎 跟我们听说不一样啊 一个国家机器妖魔化一个人 从2001年一直到今天 就因为郭文贵是草根 就因为郭文贵是农民 就因为郭文贵没有政治背景 而且被国家一次一次的采用 采信 中南海采信 郭文贵盖起盘谷大官 北京市刘齐书记 在全北京市一次次大会上 这个刘齐就是个大流氓 大政治骗子 当时在跟王岐山书记他俩斗争的时候 我真希望他被抓起来 王岐山书记怎么不把刘齐抓起来 根本你就不反腐 你有一点血腥该把他抓起来 王岐刘齐书记在北京市大会上说 谁也不能去盘谷吃饭 谁去盘谷吃饭 谁就是不懂政治 到现在北京市官员不去盘谷吃饭 更重要的是 我竟然给中央电视台 给北京电视台 任何情况下 奥云村取景不能以盘谷这个景取进去 悲剧呀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到了如此狭隘的程度啊 盘谷大官还是任何一个北京的房产 它都属于国家的 都是社会的 盘谷大官和郁达盖完我说 这个楼郭文贵盖起来 这就属于国家的社会的 我如果现在把它拆了 立马把我抓起来 这是社会财富 国家财富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所有的员工大会人这么讲的 我这个已经不信谁了 它信国家 我们要维护它 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 国家的资产 可是就这样 北京市委市政府多次下令 你们几乎见不到一个盘谷大官在中国的所有节目中出现 到今天你们可以看看 没有 悲哀的事情 在奥运会参加的三千多家海外媒体 都是以盘谷大官为背景 而西方的解说都说 后面这个楼是中国的龙形建筑 它是中国人的设计 它是中国人的开发商 然后隔壁的水立方 这是澳大利亚的设计 澳大利亚的材料 隔壁的鸟巢 这是欧洲的设计 欧洲的ID 人家西方的媒体很明确就不认你鸟巢和水立方 是你这个民族国家的精神代表 不是你的图腾 什么叫建筑啊 很多人都装神弄鬼的说 建筑是这个不动的什么音乐 简直是个骗子 他懂什么 建筑在历史上定位为 最根本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 一个历史性的民族精神载体 在历史上建筑 最伟大的建筑 什么建筑 宗教建筑 所有过去的建筑都是给宗教的 是代表了天意的 然后你看我们的紫禁城 那叫什么 那叫官方建筑 第二个建筑是官方建筑 都是皇帝用的 老百姓住的都是窝 直到后来有了资本市场 有了社会的 有了第三方力量 叫资本力量的时候 才有了金融建筑 叫商业建筑 这三大建筑是人类建筑的一个最重要的建筑的主题 一个历史 建筑最伟大的意义 它记载 它是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 记载着历史上的时间 事件和事物的一个最好的载体 这叫建筑 为什么到我个国家里看宗教建筑 看官家建筑 因为那是历史的载体 盘古大观是龙形建筑 是中国在地球上唯一一个 不是美式建筑 我们说的叫中国语言 什么叫建筑 建筑是一个国家的第三语言 第一语言是你的说的语言 第二个是你的文字 第三语言是建筑 第四语言是你的实体 建筑是一个民族的第三语言 也可以说是第二语言 我这个龙形建筑是唯一的是中国人的设计 中国人的老板 在奥运村里边 结果这个龙建筑被说成了火炬 被刘旗给打压 不准入境 悲剧吗 这一个政府对一个企业 对一个建筑容忍不了 就因为刘志华事件 刘志华是贪官是腐败 是被共产党抓的 是被共产党判刑的 结果郭文贵成了罪人了 我的建筑也成了罪人了 龙建筑也成了罪人了 悲剧不悲剧呢 今天再看看过去十几年了 郭文贵的事件里边竟有这么多来自于刘志华事件的阴影和报复 一个国家政府这样的胸怀 这样的度量怎么能走向世界呀 怎么能一带一路让世界去认可呀 所以 最近这几天我跟这些领导 新朋友沟通 我强烈地感受到 有些是有世界观的 是有国际观的 他非常懂得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这些自媒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现在领导人不懂得社交媒体 你已经out了 你已经土了 你不知道自媒体 早晚一天会被自媒体推翻的 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是拿 Twitter 选出来的 就这样 我现在还要说的事情 胡舒立女士为什么成为中国的胡舒立呢?欺骗了全世界呢? 胡舒立女士是一个杀人犯 她一个个人 她掌控了所有中国的政治的动向 谁给她的权利呢? 胡舒立女士这个身相 如果得不到一个国家正确的审判 或正确对待 她的资金来源 广告来源 信息来源 我永远不会相信共产党 中国政府是公平公正的 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如果胡舒立的事情没有一个答案 没有一个公平的结果 一定是这个背后的老板 盗国贼们 你无法向人民交代的 郭文贵是不会服的 我非常荣幸的这次领导给我传达这个信息 而且我特别欣赏一句话 文贵 肖建华事件案件要依法办案 便办成一个让中国人民 企业家 中国老百姓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决心 和依法办案的这个好案例 让私营企业家放心 同时说文贵 我希望你的事情变成正能量 这句话文贵非常受用 所以实在话这两天来 我再想想这话就好 文贵可不是不想回国呀 文贵可不想与国家为敌呀 谁愿意颠沛流离呀 为啥不能让肖建华案件 郭文贵案件 还看不到海外所有的媒体有什么可以控制的 那个长城骗人呐 如果一个国家连这点儿 现在我能看到网上这些信息都接受不了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还有什么自信呢 那个长城推倒有什么了不起呀 也太不自信了吧 这么多中国人都不让回国 有什么意义呢 有案情说案情 照大家放心 面对司法 依法审判 依法办案 让大家都有安全感 只要真能达到依法之国 谁愿意 谁愿意和国家激起对抗 谁愿意和这些盗国贼们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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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们为伍啊 谁不敢揭发盗国贼呀 那就一个郭文贵吗 所以 我真诚的希望了 我这次不是上当受骗 我不是天真 我希望真能看到中国是坚定的依法治国 这个过期一条能得到推广 而且能看到中国这个言论自由 真正的尊重草根老百姓 像这个包括范雅一珠宝的问题 这领导都很明确说 我会把这个一些资料给你 让你看看 我非常高兴 我要看到这些资料 我会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 我来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如果说文贵的案子 肖建华的案子 成为了一个中国依法治国 给私营企业能生存的空间 能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那太重要了 肖文贵愿付出一切代价 我们不一定要流血啊 不一定要革命啊 不一定要上街楼啊 但是 就这昨天 可以说20个小时以内 我收到了无数个来自北京的给我的警告信息 千万别相信他们 都是骗你的文贵 把你先事解决了 让你先闭嘴 让你减少影响 折击把你弄回 或把你灭了 这也不排除 文贵的天真已经是几十年了 马建副部长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我一辈子记着 这也是我感谢他原因 当时有一个中纪委的官员去 因为他是肖建华哥们的绝对支持者 由于肖建华在他面前说我坏话 说我这个特别多坏话 这个中纪委的哥们就找了马建副部长 说郭文贵这人 你不要用他 不要信他 这家伙有这个国外背景 这个情报背景如何如何说 结果马建副部长说了句话 如果你中纪委说他的情报背景 那我就是失职了 我就是管这个的 就是反谍的 郭文贵的背景我们很清楚 他说你说郭文贵这事怎么来源我都清楚 文贵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 实际很天真 后来这个在现场的一个局长回来跟我说这话 我到现在没跟马建副部长问过这句话啊 我很感动 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文贵有书很天真 很天真 确实很天真 我们就是说白了就是个发烧勇嘛 毕竟是业余的嘛 跟政治和情报没关嘛 但是 我这次上当受骗 不重要 是不是 最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 不要再像活的猪狗一样了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多高的高官 真正的要觉得这习主席的中国梦 一带一路能实现 不以法治活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这个强盛和两个一百年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现在对这个鼠目的人抓抓抓 进进进 骗骗骗 不可能有未来的 傅振华这样的人不被抓了 胡舒立这样的人不被抓了 李友这人不可以送回监狱去 李友的钱不查清楚 盗国贼们海外的钱不给老百姓个说法 不可能有未来的 什么都可以谈 这是谈不了的 必须要给真相 要依法治国 就要真正的让老百姓相信最高层和中国真的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要接受媒体监督 依法治国就要司法有一定的监督和独立 没有独立的司法 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三方监督 中国的梦 中国的两个一百年 中国的一带一路实现的可能性零 这几天来 这个咱们看到了 胡舒立这几天来 在外面加大了媒体上对我的造谣 五毛们现在出勤率极高 然后海外的小动作一大堆 采取各种办法 由说毁掉郭文贵 我向北京的所有的办案的所有领导们呼吁 如果说这些问题得不到制止 这是国家的悲哀 一个国家用这种录制三邪视频 强奸女员工视频 五毛来诋毁文贵 这是国家的悲剧 这么大的国家 怎么能容得下这样的龌龊的 这种小人的行为呢 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力量 国家的胸怀 国家的境界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你看那五毛 瞪着眼瞪着胡说八道 瞪着眼瞪着说的这种无聊的话 有意义吗 能改变吗 能解决文贵的现在你们认为的问题吗 而且这些五毛们 你们这种做法 这不给自己的后代的造孽吗 给后代的造孽吗 你说这些五毛们 你怎么向你的后代交代呀 瞪着眼说瞎话呀 而且满口脏词啊 你找五毛有点学问啊 都是脏词 脏话 生殖器 哎呀 说实在话 咱们国家的治理现在在这些人手里面 这些人管五毛的人就这么搞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用胡说立账的女人 在香港 用这些富豪们给我们找麻烦 都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包括这个头两天紧急香港法院 紧急为走任何程序 要起诉我们 我香港南湾的房子 所谓的LG3露台伟建 香港有多少伟建呢 香港伟建有法律的 干嘛受大陆这种指使啊 就开始去法院采取措施 结果不就是受大陆影响吗 说这盗国贼们影响吗 这种行为 你做多了 香港人民就会造反的 香港人民的事情 早晚是中国的大事儿 香港的事儿绝不会那么平稳 香港的事儿绝不会那么平稳 到香港去毁文贵去 到世界去毁文贵去 中国英文媒体世界毁文贵去 造谣文贵去 5月29号的视频 震撼了世界 那只是91本当中的其中几页而已 几页而已 文贵要报得了 我再给所有推荐们说 你们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新闻发布会一定会改变很多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希望它是一个对中国正能量的一个全球发布会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头落地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得到91份文件当中的核心是什么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猜得到全球新闻发布会有多大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发布会 本来在林肯中心 现在在美国其他部门的安排下 我们有了另外两个秘密地址 而且全部安保由他们负责 连我们请的保安公司都不让用了 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改变世界 一定会改变中国 一定会让中国走向更加正确的一方 我5月29号报完 这个影响力会发挥到 我希望到6月底 6月底以前 大家别期盼 没拖大的猛料 三年嘛 咱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那么 今天呢 6月第二童节 我再次说 中国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 希望在儿童身上 我作为现在一个为人父母 感受颇深 任何中国在办案子 全家抄家 全部资产一查就没 一查就死 这个局面不得到改变 中国的年轻人孩子都会到国外来 那么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 给我们的下一代的一个很好的未来 每个人如果都这么想 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而且 我再次再次呼吁 中国政府所有的有良知的官员 有境界的官员 不要再对这个媒体禁禁禁杀杀杀 特别别再利用这种五毛 再做这种龌龊的事情了 而且 我真诚的希望能实现文贵事件能成为国家依法治国 国家走向新的时代 一个新的一个形式国际化的和法治化的国家治理的一个积极的力量和积极的动力 我期望着这个结果 同时我真诚的希望咱们海外的所有的华人们 这个所有的有关这些评价当中 不要道听途说 特别是我看到了加拿大有两个人什么我的老领导还有李克强 这简直是无知道听途说 丑恶至极啊 我看到叫江维平先生 是我山东老乡 我劝你江维平先生一定要自律 不要再在上面 我本来老乡很尊重你 结果一看你写的你报道一个个节目啊 简直是南辕北辙 胡说八道 丑陋至极 误人子弟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文昭这个小老弟的节目 本来形象很好 所有节目当中个人色彩太浓 完全道听途说 然后把学了点知识啊 声般硬套 永不变色 这个一个圈子能套一切的这个轮子 一个汽车能拉一切 那怎么可能啊 咱们现在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以事实为根据 客观 公正的来给观众传达信息 我们干不了好事 别干坏事 给人传达不了正能量 别传达负能量 说不了真话 别说假话 有人话就说 没人话咱就闭嘴 这不是 我不是说我跟明镜这个多好 你看人家明镜的何平先生 虽然时间长了点绕了点 那是真料 真身经验 是绝对客观 郭宝胜先生 包括现在赵岩先生越看越好的节目 对不对啊 多棒啊 那都非常有事实意义的 对不对啊 你在什么老马街 老南那块东船西船 道听途说 你连个官毛都没见过 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事情 你去到那块讲 误人子弟 这个原来我真的特别的 我本来想和文昭小老弟做点节目呢 觉得很棒 但是现在越看越不靠谱了 越看越不靠谱了 越看越糟糕了 完全是把自己做节目做成 连自己都做糊涂了 文贵体制内人了 我真愿意成为体制内的人呢 体制内接受我 我就当体制内人呢 如果郭文贵能成为体制内的人 能让这个依法治国 能达到过七条的目的 我就当体制内的人呢 有啥不可以的呀 我冤枉文昭 你把文昭的项目拿出来看看 过去所有报道的节目 有几个节目往回看看 有几个节目说的是对的 观点是对的 他有几个节目 是对任何事件有正确的推动了 都是负能量 还有江卫平先生 瞪眼胡说八道 满嘴瞎话的 成了丑闻了 为啥国内的官员看不起我们海外华人呢 觉得我们都低智商 觉得我们海外华人都是脑子有问题 都是不是愤青 是死青 愿意就听傻子说话嘛 就看不起我们 我们海外的华人一定要自重 一定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你像这个文昭先生这个节目 你像那个江卫平先生的节目 看都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越看越傻 真的 多上上推特 推特世界里边真有人才呀 这个又减省时间 又有水平 而且很多都是高人 推特世界里边有人才 有温暖 有力量 还有真正的那边有情有义 那些天天上个视频节目 一上现在因为文贵的这个节目 天天到道庭都说的 你到这想说啥呀 你的节目都搞不清楚 文昭的这个小老弟的节目 还有江明的节目想说啥呀 完全是哗众俱众 还有其他几个节目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而且有人看 这有人看是个悲剧呀 浪费时间呐 潘石屹先生 潘石屹先生 这小丑 任志强呢 简直是 我倒还是那句话 你任志强你这辈子干过啥呀 在体制内 骗吃骗喝 盖点房子 没有一个房子盖的能让人看过眼的 然后天天以大佬置居 你什么大佬啊 你赚多少钱呐 你是长得好看呐 谁给政府做了多大的事儿 推动北京文明建设了 推动政府文明了 政治进步了 盖了多少好房子了 好像你就是中国地产大佬 老预测房价 你预测啥呀 傻子都知道那房价事儿 你非要觉得你 觉得你说出来了 真话你说了一点儿 是因为你有几个所谓的老领导 有啥意义呀 潘石屹就整个一江湖骗子 小丑 哎哟 你还黄叶成了黄花姑娘 你可真能扯 瞪子眼儿 潘石屹先生和任志强先生 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和这种傲慢 来源于什么呀 来源于就是你觉得你是贵族了 你有钱了 老百姓听你说话了 啥都不是你 历史上能记住你什么呀 最多一句话 曾经北京的小丑 小丑而已 自我感觉好的还不得了 爱情失败 家庭失败 个人为人失败 瞪子眼儿还批评习主席你任志强 哎哟 我的妈 你可真可扯 你敢批评习主席 你凭啥呀 你有啥能力呀 哎哟 我的天哪 你干那些事儿 简直是 潘石屹 你俩和任志强先生干什么 不都是寄名狗盗 官商勾结吧 官商勾兑吧 是不是 最多就是那个叶总会里边 你就是比较敢穿 人家穿个短裙 你敢穿三点市那种人不就这个情况吗 你还整的成了民意代表了 真可怕这个 行了 今天这个应推友的要求 这几天的关心 关注 担心 这个我的安全 确实我的安全是真是问题了 昨天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官员来 这个说我家有多少旁边多少人多少人看着我安全 同时这个要给我提供这样那样的安保方案 哎呀 我听着我觉得确实是啊 这么多人要杀文贵 像任志强先生 潘石屹先生 黄雁女士 岳文海 胡舒立 徐子冰 王恩哥 地产商 还有这这这这这盗国贼们 都想把文贵给灭了 呵呵 说实在话 你说 人不都得死吗 是不是 这个灭了又什么样啊 我不想当烈士啊 也不想当英雄 但是不会怕的 怕了能走这条路吗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说的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这个接下来啊 6月6号大概是定的啊 6号到8号之间 在明镜有第三期的节目直播 然后呢 会在12号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大的电视台 有一个直播 有一个直播 那么 然后16号 文贵有一个长时间的直播 长时间直播 很长 那么大概是下个16号以前的安排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或有什么事情 我随时直播向大家报告 那么 这几天呢 我就是 目前的明天和后天还是啊 明天2号3号 就3号以前就不直播了 然后4号早上我直播 好吗 然后每天我一定发推特向大家报平安 希望大家这个六一年儿童节多陪陪孩子 这个文贵 这个今天被我妻子和儿子女儿 这个一再地呼吁说 希望让我在这里呢 代表他们仨人 能向所有关心他们推友的人呢 表示感激 特别是我太太从来不看推特 她也不上 我儿子也不看推特 只有我女儿 那么这两天呢 我太太也开始看这个明镜的节目了 看郭宝胜先生的节目了 然后呢 也了解越来越多 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他们呢 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安排 因为这个美国这几个房子 几个家都需要他们收拾收拾 他们呢 特别特别感动 我女儿给这个 我太太说了这个推友们的关心 对他们的关注 然后呢 我第一次看到我儿子 他昨天给我做破家面的时候 然后说 爸爸 你能不能把我这个面发给你的推友啊 哎 我是第一次啊 从来不发你们信息啊 我儿子说 爸爸我最近这几天看了你的推特了 这个你的推友素质都太高了 太让人感动了 对咱们家那么多关心 她说 真是 因为她不看这个嘛 她说 真是让她很感动 那么他们今天 在我上节目之前 一再说 爸爸 一定代表我们三个人 向所有的推友们表达忠心的感激 所以再次我严肃的 代表月星之 我的妻子 我儿子郭强 我女儿郭美 对所有的推友们 对他们的关心 爱护和支持 表达忠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代表全家 向所有的六一二中节的儿童们 希望你们小朋友们开心 希望你们茁壮成长 你的Ankle 或者你的Miles 郭的爷爷级的人物 为你们的未来再打拼 争取郭七条实现 对你们的成长 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期盼着 所有的一切都能走向良性的发展 我们如果能有好的办法 达到好的目的 绝不选择坏的办法 达到好的目的 如果说我们坏的办法 还达不到好的目的 那肯定不是好办法 所以说我衷心的期盼上 一切都更加的阳光 更加的积极 我也希望中国 国家越来越强大 国家越来越强大 盗国贼全部被抓起来 这个我希望我能 我的所有的家人员工 还有所有的这个我的合作者 都能得到 以法治国的恩惠 成为一个好的案例 衷心的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对文贵的支持和关注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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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